那另外的对照很强烈就是恒大 恒大的这个天坑实在是太大了 去年3月21号停牌之后呢 本来说会有摘牌的风险 今天总算是摘牌的风险没了 但是你看看 今天是首度复牌 但一复牌的话股价狂跌87% 0.25港币 真是这个水脚股都不到 然后这个在复牌前 也公布了他的这个财报 吓死人 总负债多少 2.39兆 对我想茅台这个跟华为 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寻求 茅台这个企业的数位化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所谓的 智慧城市 智慧企业 智慧学校 智慧团体 基本上就是把它数位化管理 那这种数位化管理就是大数据 然后经过这些 所谓的这些电脑方面的这种 工具 让他不管在他的制造过程 行销过程甚至打假甚至 他的产品的流向 他都由大数据 由这个数位化的工具 来整个来管理 这个是现在整个全球企业化的 一个企业走的一个大方向 我觉得华为踏出这一步 因为茅台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它一年营收了一千亿人民币 非常大的企业 我没去过茅台 不过我去过这个五粮业 我去了也吓死了 哇那工厂真的有够大 它不但说它在造酒 它连它用的原料都是自己的农场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他问题 他就要来源 他就说从上游一直到下游 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科学化管理 那这科学化管理就要靠数位化的技术 数位化的工具来处理 这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我觉得这么大工程 茅台大概也只有找华为 要有足够的怎么样 足够的人才 足够的系统 足够的这个经验的团队来帮它处理 而且以茅台的这个位积 它也不会找小公司 当然是找我们看到华为像这样 能够跟它并驾齐驱的 强强联手 加成效应 对不对 那你怎么看恒大这个洞 我觉得恒大基本上还是撑下来了 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说有一种说法 就是中国大陆再怎么样 它的土地是国有的土地 所以这个土地只是被这个恒大 把它等于说成租99年 或者他拿去 所以它土地本身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体制 对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产生的危机 来讲的话 我觉得跟在西方不同体制下 社会来讲的话 它相对可控性是比较强的 那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我觉得恒大 它也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政府对它出手 那出手救济的蛮大的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整治 基本上还能够维持公司的这个营运 对所以你看到它总算是免掉摘牌的危机了 所以今天这个正式复牌 我们看到是全球高度关注 但确实是个洞很大 尤其它的这个负债 上半年的财报一公布 大家一看 这个大天坑 接下来但总算是保住这个牌 这个头号嫌疑人呼之欲出了就是他 斯杰潘诺夫 那俄媒说调查人员从普里格金的私人飞行员 就是他锁定头号嫌疑人 因为呢 我们看到在失事前失事后 到目前为止他是失联 据说在起飞前呢 他本来要在这个飞机上 后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搭乘 而且呢 他曾经先到过这架飞机上 被认为是 目前是头号嫌疑犯 而且呢 他现在已经不见了 还有一个请这个一并来讲 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 海军中将Thomas 8月27号 说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包括海警船等等 都必须要 接受挑战跟制止 当然啦 第七舰队司令 太平洋舰队司令 常常动不动 就讲这个话都蛮刺激的 大家也看得到 韩兵来讲一下好不好 我们看到先从这个美国的这个 死神无人机不断的逼近 过去被交由交下去 我们看到仍然不放弃 这个抵径侦察 一天又一天 还有头号行人 也呼之欲出了 这次去的是MQ-9A啦 MQ-9A 对 对啊 就是 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那 俄罗斯空军已经跟他交手很多次了 那这次大概认为他也 没有办法做出一些什么动作 他就实际上就在旁边 就飞给你看 那反正你要侦察就侦察 那就 大概是要显示 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动作 反正我们都掌控当中 那你来我也没有在怕你 那可是我必须讲 这个瓦格纳这个普里格金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很怪 就是这真的是像我们一般 绝大多数人认为说他应该就是普丁干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真的觉得蛮奇怪 普丁要干掉他大概有100种方法 而且连卢卡申科都在讲说他认为 这个普丁是一个非常耐性的人 也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一行 所以他会选在这个时机去做这样的动作 那甚至我一直觉得 你看就是到现在为止 假设要取信于大家的话 他们通常会公布什么 普里格金的遗体 或者其他能够证明他 是普里格金就是在那边身亡 可是好像没有这样的东西 有讲说他的手机有在那边出现 今天我有看到最新的说DNA已经这个证实是他 他是说他们比对DNA是正确的 可是这他们说的 对对对 也没有确切功夫 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普里格金DNA长什么样 他说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真的是蛮疑惑的 然后普丁马上就签发命令 然后就立刻要求瓦格纳集团这些人 你就要赶快 宣誓效忠 对宣誓效忠 如果你不宣誓效忠 那大概选择就只有回去关 就是直接回到监狱去 大概只有这样的选择 所以这也是蛮严厉的 所以在我看来 在普里格金一死亡 他马上做出这样的动作 说真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阴谋论发作 我一直在疑心 这会不会他跟普丁套好招了 我一直在疑心这个东西 当然我没有证据 我只是觉得他死得很怪异 然后在这个节骨眼 然后普丁又立刻做这些动作 那这两天不是本来还说什么 这些瓦格纳军团本来聚集 准备要再次政变 像莫斯科 这两天也没消息 全消息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必须说 现在消息非常乱 各种奇奇怪怪的传言 一直在传 我觉得恐怕连美国自己 都开始在怀疑 所以你看拜登自己 这种东西还有收回人 对啊 是不是 也很不寻常 对 正常来讲 其实今天是拜登 如果是川普的话 他居然说错 他也不会收回 他反正错了就错了 拜登收回也很不寻常 对 几乎也没有过 这表示第一个 拜登对这件事情 突然之间变得很慎重 对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慎重呢 是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很疑心的原因 也就是他们在重新确定 普里格金最激的原因 我在想美国是不是跟我一样 在怀疑一件事 就是普里格金根本没死 所以他必须要去收回这件事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 虽然现在 俄罗斯的媒体开始告诉你说 是他的飞行 私人飞行员啊这些东西 找出了很多这种凶手啊 那当然有人认为说 这是在帮普丁撇清啊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越觉得这样子的动作越出来 越让我怀疑 这整件事情后面 恐怕很多讯息 我们不够了解 所以还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整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 美国反应也太奇怪 我个人认为 我们暂时还是先不要下一个定论 等看过 搞不好过两天 事情又有突破性的发展 也不一定 对 就会在波兰看到普里格金 不一定啊 搞不好隔两天 他在英国出现了 谁晓得 我觉得我们大家再看看 对啊 好了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